纪大使顺便谈一下拜登又跌跤了 什么时候不跌 在这个时候俄乌战争要两年的时候 他又跌了一跤 而且又是跌在飞机扶手的时候 那这次一样跟上次连跌两跤 我今天看新闻的时候 我想说我是不是看到旧的新闻了 上次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嘛 第一跤跌完再跌第二跤 所以网友说是不是应该空军1号 加装一个升降梯啊 直接加装电梯 要不然就是真的他需要参幅啦 当镜头拍他就是不希望被人扶嘛 你怎么看待这一连串跟美国相关的讯息 我觉得拜登真的是身体真的不行了 这个我们实在太常见了 他做这些这又摔跤 又再跌两次 要不然就是失言找不清楚 找不到路 要不然就是跌交 对啊 不过也可能是故意的啦 因为我最近想到那个密西根的州长 就上一次他跑密西根去 结果他太太走后面 结果他跟那个密西根州长失职紧扣 那我想他用的借口就是说 你扶我一下我会摔跤 他开玩笑 不过说实话 他现在还快82岁嘛 那美国人常常就讲一句话 他做完如果做第二任 他做到第二任要结束已经86岁了 那如果他84岁再继续恶化到86岁 那怎么执行公务 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都在担心的 美国现在已经有媒体在报道说 最有可能取代拜登来参选 怎么样 2024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七个 美国共民主党的可能的代表性人物 最近美国已经讨论谁可能接任他了 那我想他再摔两次的话 搞不好就是说真正这个都变成真的 他可能选总统的这个可能性 就越来越低了 对摔跤当然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存在 但我觉得其实某种异象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摔跤的概念 你怎么看待在各个领域 那就是美国选出一个无法充分 有那个足够的体能跟怎么样 跟认知能力的这个一个总统 这是一个很调诡的现象 因为前一阵子也有一个案子 也是对拜登是 因为他那个时候做副总统的时候 很多机密文件带回家 结果在他住过的一些地方 被发掘出来了 结果那共和党就说 那调查这个总统 到底怎么会把机密文件带回家 就调查了一年半 最后那个法官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结论报告说不要追究了 这件事不要追究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说他年纪太大了 常常会望东望西 对所以他个人的摔跤 对比美国的摔跤 比方说像乌克兰战争 美国心心念念去支持乌克兰 联合了这么多强大的国家 但是还是摔了一大跤 对不对 美国这个国家就是说 他这种民族 他的这种所谓慈感不强 慈感就是自我反省 美国是不汇集技衣 可是他没有这种所谓的反省 他的就是说 他的不是觉得是羞耻 你知道美国人就是说 信心一百分 他可能他怎么讲 他的能力是零分 可他信心永远都一百分 这个文化的特质 所以他拜登绝对是不承认 他的这些问题 他也不会觉得说 我回去夜深人静 自己面对这个良心的时候说 我是不是不适合做 我告诉你美国人的性格 他夜深人静 自我做心理建设 我就是最适合的 我身体很好 我不会摔跤 我会好 我会越老我越壮 你知道美国这个民族性 人家去研究过 他们在调查 美国人在越南的监狱里 美军在监狱里面 你知道美军这些战俘在干嘛 每天在干嘛 练福利平身 在做仰卧起坐 那其他国家的那些战俘在干嘛 在那个写思 在望月星叛 然后感态深事 然后交代后事 然后回想 以前完全不一样性格 美国相信肌肉 美国相信肌肉 所以我跟你讲拜登 他一定回去晚上好 叫他拿一个拿一个好 在跑步机上 再多跑 多跑20分钟 下次不要再摔跤 可是他不会承认 他有问题的 对啦 那你说 战场也等于是 拿到自己想要的 好最后一点时间 我都给这个立将军 当然立将军可以评一下 这个缅甸 还有包括这个 在二月初在沙特 有个世界防务展 大陆公开一款 这个武装无人艇的模型 雷霆A2000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他这个 在这个左右旋 各自搭载了一部 二次单元的发射器 部署远程巡逸飞弹 什么概念 可以对数十公里外的海上 或是陆地目标 发动隐秘的攻击 这个 这个就你就看到 这个标题很凉 有没有 大陆这一款不讲武德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批评 但事实上是绕着弯子 在自我称赞 活力强大 我特别要讲 在前年的时候 就是美国举办 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 美国有展示 三艘无人艇的这种军舰 它有展示出来 但没想到 这个大陆来讲的话 很快 它马上就赶上进度了 就是它无人艇也做出来 那无人艇在军事上面来讲 这一艘只是一个 只是出乎一个 就让你看到其中一艘而已 叫做我带着火力的 其实无人艇 在战时的时候功能很多 它可以说 为什么它可以做用无人艇呢 因为我就没有人 没有人来讲的话 我人用的空间就可以省下来 不管是装油装蛋 人要用的空间很多 睡觉的床位的铺位 吃东西的厨房 或这些等等 活动空间 其实用了船很多的空间 当你这些空间空下来以后 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包括你的武器灾运 其他第二个我觉得 据我了解解放军 还有一种无人艇是做什么呢 他是做油弹补给的 就是他给这些 包括他未来的福建号 或山东号 辽宁号出去的时候 他给他送油过去的 那这些军舰也可以用无人艇 来执行这个任务 其实这样的话 对于他们海上舰队的活动时间 就会更长更久 其实对美国的威胁就会更大 所以无人艇来讲 他还可以做监视 可大可小 对我们前一阵子还看到 乌克兰他用无人艇 把俄罗斯的这个军舰 大的军舰炸掉 所以未来的战争 很可能是无人艇 无人艇的一个时代来临 他左右闲 各自我们看24单元的发射器 就加起来就是48枚巡异飞弹 这什么概念 这个我就是如果说 现在就是这个发射器 是什么样的发射器 可以多大我们是不晓得的 但是我相信说是无人艇 将来来讲 如果说这个发射器 如果说大的话 它可以对防空 对不对 装的是防空飞弹来讲的话 它可以兼防空的任务 如果说是对这个D来讲 它可以多装巡异飞弹 也就是长箭石等等这些武器 那24单元其实非常恐怖的 两旋装起来48的话 真的是不讲武德 那一艘无人艇 上面一个人都没有 就可以干掉一艘航空母舰 甚至一个航母战船群 对它来讲威胁都很大 你说一艘无人艇 就可以干掉一个航空母舰 航母战船群都有可能 如果它装的是那个 那这个缅甸这个 到底为什么它要争兵我不晓得 但是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镜头 让我觉得很压抑 你有没有看到它抓电纱集团是什么 中国怎么去抓 缅甸抓电纱集团 它是用飞机 它的治安人员到缅甸的机场 把这些这个违法 这些人员装上飞机以后 带回中国去审问 那代表什么 我们台湾有没有可能说是 我们那两只小鸡 跑到柬埔塞去 我们台湾可不可以派飞机过去 把这两个诈骗集团 这个作假 违法的这些人 带回台湾来 不可能嘛 那代表中国的势力 已经进入缅甸了嘛 中国势力已经进入 就是我台湾皇子 我的军人 我的执法人员 可以进入你缅甸 而且公然的把 我认为的罪犯人员 包括那四大人员 直接带上飞机 带回我中国去 那代表是中国 在向缅甸展示 它我对你的威胁能力 那中国为什么 要做这个动作 它主要就是脚漂港 我觉得脚漂港 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中国来讲 我希望有那个港口之后 不管将来 对我海军的一带一路 或者是对印度的威胁 来讲的话 那在那边面对的是 孟加拉湾嘛 或者油管 航路或干什么 我觉得中国在展示的是 这个含义 它背后代表说 你缅甸你要乖乖听话 我叫你把人交出来 你就把人交出来 你不但把人交出来 我要用飞机把我 把我认为的罪犯带走 就是审判权是在我 是在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在你缅甸 我觉得这个代表的象征意义 会比说你现在争命带大 那米安来会不会是因为 是因为这个因素 它开始要争命 在缅甸去的也很奇怪 它吸家带卷 所以它男人跟女人 是在一起的 一家大小一起去当兵 就是它一个人来讲的话 一起当兵 对 一家大小一起去 爸爸在前面 老婆在后面 小孩也在 对 小孩也在 全家去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 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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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